大家好 歡迎收看轉告得益 我是主持人徐國勇 今天又有一個最新的民調公布 耐清德的支持度創下了歷史的新高 來到了四十三點四趴 柯文哲 侯友宜 只能夠看到耐清德的車尾燈 兩個人加起來還輸耐清德 朱立倫似不接受這樣的民調結果 訪問記者說 你相信嗎 不過耐清德這麼高的支持度 到底是什麼原因 今天我們的來賓會分析給大家聽 難道是選民對於非綠陣營紛紛牢牢 已經沒有耐性了 認為這三隻小豬根本就是三個豬頭 會不會是這樣子呢 三個豬頭不是我講的 傅崑崎講的 所以昨天環魯於明這個大遊行 臺南車禍遇難的女童 他的爸爸宇宜先生也參加了 他發言完畢走下臺 耐清德跟他兩個人見面 耐清德特別向他致意 承諾要全面避免下一個憾事的發生 對比其他做不到這一點的候選人 還算耐清德說 耐清德這個是作秀 不過我們要讓大家知道 很多年前 耐清德的一個事情 他對於道安的重視 他那個時候還是立法委員的時候 他對於道安的重視被打得整個頭腫起來 眼睛腫起來 住院好幾天 那我要問 誰才是真正在乎道路安全的人呢 大家都在問 這個事情 我們今天也要把這個過去的往事 再次讓大家來了解 誰才是真正注意 注重道安的人 另外 菲律陣營的整合一再的卡關 菲律陣罵完了侯友宜跟柯文哲之後 接下來表示又要願意和這兩個人坐下來談一談 來喝咖啡 來談是非 真的是這個是非 喝咖啡就可以把這個是非解決嗎 他說要聽民意做最後的決定 最後的選擇 但是不是大家在問 前一天罵人 現在又要跟人家喝咖啡 那這樣子 這一杯咖啡怎麼喝得下去呢 這一杯咖啡是不是變成苦咖啡呢 加了糖還是苦 苦中帶甜還是苦 變來變去 我看可能不是只有阿明阿喔 還有柯文哲也變來變去 他昨天提到說 兩岸只要強調特殊 不要講國與國的關係 這樣子兩岸就會和平 他說這是李前總統親口跟他講的 真的是這樣嗎 李前總統已經往生了 我們非常的尊重 李前總統真的有跟他講過這個事情嗎 那這下子就史無對證喔 推給李總統就可以嗎 不要忘記了 現在已經是到了什麼 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的階段的時候 國跟國都講出來了 你還在那邊特殊 難道你不會往前走嗎 所以大家都在問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把一九九八年 一九九九年的事情 難道臺灣時疑事轉都沒有往前走嗎 李前總統會綁在過去告訴你過去的事情這樣子嗎 大家都在懷疑 那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 相關的議題值得大家來關心 來探討 現在我來介紹我們今天的來賓 另外是我們的立法官我們的范雲 范老師 勇哥好 大家好 我們的前新北市的市議員李昆成 昆成 勇哥好 大家好 我們的時事評論員溫朗東 勇哥好 大家好 我們的財經專家許醫清皇 清皇 勇哥好 大家好 我們的新北市議員林靖傑 金平安 勇哥好 大家好 我們的政治評論員 宇宇 媚媚 媚媚 勇哥好 大家好 看一下 賴清德突破的天花板 有人說35%是大的天花板 可是在其他的民調37 39 現在達到43 看個相關報導 方美行似乎幫賴清德加分不守 最新民調出爐 賴清德以43.4%穩之第一 創下個人歷史新高 各年齡層支持度大幅提升 40歲以上更取得壓抖性順利 民眾黨柯文哲26.6 第二名 何友宜持續探底 只剩13.6%支持度 六都跟十六縣市賴清德也全面領先 民調顯示柯侯兩人在雙北執政卻沒展現優勢 賴清德支持度已經超過柯侯兩人加總 打破撒卡都直面 如果到最後達到最後的一個勝選 個人特質 個人條件當然非常多 那這一次的反美來看的話 以民調來看的話 那當然對他是一個肯定 他也接受國際媒體的訪問 還有呢也有兩場非常成功的 這個僑胞的這個造勢的這個活動 那這一切呢都符合美方所要求的 不管是安全舒適便利還有尊嚴 也深化了美方對於台灣未來的執政的方向 是一個更穩健的 然後更可以互相信任得到的 賴清德明德亮眼 狼岸論述也受到國際關注 有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投書 標題寫下為何中國這麼害怕台灣的副總統 就指出台獨危險論道已不實際 統派消失正成為主流趨勢 無論是國家或者相關的一些智庫人士等等都會提到 說賴副總統提出的就是一個穩健踏實的外交路線 說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這樣子的概念 也反映出我們台海的一個現狀跟事實 賴清德持續領先穩健不鬆懈 要爭取更多選民支持 我們來看台灣名譽基金會 總統大選最新的民調 三卡都會時 我們來看看賴清德達到43.4% 柯文哲26.6% 侯友宜只有13.6% 這兩個差這麼多 所以有人說這兩個到底發生了怎麼一回事 為什麼會差這麼多 賴清德由36.4%變成43.4% 這是2023年7月 2023年8月一個月 近兩次的比較 柯文哲由27.8%降為26.6% 其實只差1%左右 而侯友宜從20.2%降到13.6% 這個就降太多了 為什麼降這麼多 值得大家好好的來探討 我們來看看總統大選的民調 賴清德43.4% 居冠創新高 侯柯兩隻小豬 加起來合力也鬥不過大野狼 兩個人加起來還輸他 所以我們看到的這個支持度提高八個百分點 柯文哲下滑四個百分點 侯友宜沒有明顯的增減 這個是賴清德在中性選民方面大有斬獲 所以中性選民侯友宜並沒有明顯增減 可是他整個降了 而且降了這麼多 那為什麼中性選民沒有明顯增減的時候 他的民調會降這麼多 降到7%呢 將近7% 大家都在問 所以呢 賴清德民調支持度創新高 朱立倫反問媒體說 不然你敢相信 不然你敢不相信 反正回來 記者也可以這樣問啊 難道你不相信 為什麼 講出來啊 好 我們再來看 幕後棒球七局後定勝負 賴清德先用一招把柯文哲侯友宜變成麻花卷 賴清德對於自己採聖人戰法 面對敵人 想辦法使其持續糾纏 就周邊側翼發來的攻擊 發動拒職 嚇阻戰 然後呢 我們看看企圖使柯文哲侯友宜的人設 民調如麻花卷的糾纏 這是瘋傳媒 不過瘋傳媒一向似乎對 耐清德並不是那麼的友善 所以這篇也蠻有意思的 怎麼看 對 我們先確定兩個趨勢 因為最近的民調 剛剛詠哥所講的是 臺灣民意基金會所公布的民調 但這兩天呢 其實在同一時間的另外一份民調 是由美利島電子報所公布的民調 那所以從兩份民調 我們大致上可以看到的趨勢是 賴清德的民調是突破三十五 趴開始在網上成長當中 在美利島電子報當中呢 賴清德的民調是成長到三十九趴 但然後在這個臺灣民意基金會呢 他則是突破了四十趴 來到四十三點四Percent 所以在這裡面呢 大家注意到的是 在臺灣民意基金會裡面 賴清德成長到四十三點四趴的時候呢 但比較有趣的是 跟美利島電子報不一樣的民調趨勢 在於說柯文哲在這一份裡面 他是排第二名的是二十六點六趴 但何偉宜則大幅的下降到了十三點六趴 那這個大家會好奇一件事 因為在過去一個禮拜以內 這個其實看到最多的問題 是出在誰身上 反而是柯文哲自己犯錯比較多 尤其是高鴻安事件 高鴻安事件 從上個禮拜一開始 幾乎佔據媒體跟新聞的版面 足足一個禮拜 所以理論上在這時間呢 我們會認為其實柯文哲 應該會受影響 不應該是反而是這個怎麼樣 他除了二十七點八趴上一次之外 到他只有小幅的下降到二十六點六趴 這個趨勢是比較奇特的 但是我注意了一下他的調查時間 臺灣民意基金會的調查時間 是八月十四號跟十五號的時候 可是美利島電子報的時間呢 他今天有公佈 他是從八月十四號十五號 一路做到這個八月十八號 他分三波來做 也就是他會公佈他這第五週的民調 所以美島電子報呢 合併他三次 八月十四到十六一次 十五到十七一次 然後十六號到十八號一次 三波的民調裡面 美島電子報把他整合起來 然後做一次統計 所以美島電子報呢 這最新的一波其實是十六號到十八號 他比臺灣民意基金會的時間 來得更為接近高鴻安事件發酵 發酵之後的民調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他會比較貼近現在的民調的狀況 所以你去看 美島電子報的民調裡面 八月十六號到十八號的 賴清德是三十九點四趴 坦白說這跟之前比起來也是成長的 但是呢 柯文哲在美島電子報裡面 則掉到了這個柯小三的這個地步 也就是說他掉到第三名 然後國民黨的侯友宜呢 則從之前的十七八回到了二十 二十點四趴 他是回穩在穩步向上 所以裡面呢 你注意到兩個趨勢 第一個是賴清德在向上突破當中 第二個趨勢是柯文哲 竟然跌破了二十趴 他跌破了二十趴裡面呢 我注意了他的交叉分析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的部分是泛藍的選民 過去支持國民黨選民呢 大概有兩成到三成呢 是在支持柯文哲的 可是在最新的民調裡面 那個侯友宜已經掌握了 大概八成左右的國民黨的這個支持者 回流囉 所以對他來講 只要在柯文哲這邊 如果再回流的話 那看起來侯友宜的民調 還是有機會往上升 而柯文哲還有機會進一步往下掉 尤其是呢 未來有兩個趨勢 大家可以值得觀察 第一個柯文哲看起來呢 最近犯錯的狀況不斷 柯文哲負面聲量的三大來源 最近分析之後呢 發現是哪三大呢 第一個來自於館長 第二個來自於高宏安的部分 第三個來自於跟黃國昌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幾個因素 都跟柯文哲綁在一起之後 柯文哲又不像傳統的民進黨 跟這個國民黨有組織的優勢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如果連他擅長的空戰 都打成這個樣子的話 所以對柯文哲來講 未來民調向下的壓力會更大 所以郎董 所以從這裡來看 是似乎如果對照一下 那美麗島電子報的話 趨勢很清楚 耐清德就是往上走 至於這兩個人是麻花卷 就是侯友宜跟柯文哲是麻花卷 我想大概應該是這兩個趨勢吧 對 其實總統的選舉 可以說已經結束了 賴清德已經獲得 沒啦 還要半年了啦 當然不是說我們要就是很囂張 或者是很驕傲 而是要非常沉穩的一步步走 但其實連朱立倫 或是國民黨內部 在評估上面都知道 其實基本上不太可能選贏 如果侯友宜有機會贏 他現在那個黨籍一刀刀就砍下去 誰去清科 誰去清鍋 都全部砍 他也知道侯友宜沒有機會贏 但是覺得說立委 可能是在野大聯盟 有機會在立委部分過半 所以現在大家心裡面想的 都是立委的時候 賀文哲一定選到底 侯友宜也一定選到底 那這樣子拉扯下去的話 那當然在整個形象上面 是不可能會好的 那所以我回到總統的面向來講 我覺得在清德為什麼會得到 那麼高的肯定 其實是長期耕耘的一個結果 從今年年初的這個時候 從排黑這個條款 到對於學倫的這個爭議的話 他用大刀闊斧的方式 來邀訴自己黨內的這個同志 然後也包括是說 最近這幾個月 你看郭台銘一直去見 牛鬼十二神 去見這些地方敗戲 地方這些過去黑金有暗底的這個勢力 然後柯文哲辦那些活動 也都是這些地方 派系跟地方黑金去幫他辦的 然後高宏安事件發生了之後的話 在所有人都去挺一個 已經被起訴貪污的人 包含在國際形象上面 賴靖德去美國這一趟 雖然藍營很多人在唱衰 可是我仔細去看美國媒體 基本上都是正面的這個評價 然後沒有造成任何的美國媒體 對他有任何的質疑 因為賴靖德他會堅決抗中 這事情大家不會懷疑 大家只怕說他衝過頭 然後這個太高調 就在去美國很低調 這個處理之後 反而獲得這樣的一個成長 梅利島跟這個游應龍這個民調 就有一個共通的趨勢 就是賴靖德成長最多是在中南部 已經完全過半 還有包含是說 在一些中間跟搖擺的這個部分的話 他也獲得很大的一個成長 就表示說原本還在觀望 這個選民 中間選民 他看到這幾個月來的 這些風風雨雨之後 他覺得藍營都在內鬥 都在爭權 賴靖德是認真的跟不同的議題團體 不同的這些政商人士 去跟民眾不斷地去溝通 去想說臺灣的這個未來 所以我相信只要穩扎穩打 去面對民眾的這個質疑的話 這個總統這方面的趨勢已經定了 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不過在這裡 我先把這個新聞讓大家來看 那在這個大灣的遊行的時候 我們看看 臺南女童命上斑馬線上 赴遊行哽咽發生 所以這個小女童命上斑馬線上 真的是一個悲哀的事情 賴靖德承諾全力避免憾事 賴靖德臨雨走向余先生 並承諾不會再讓他失望 更為全力避免下一件的憾事發生 臺南女童的爸爸 余爸爸 跟賴靖德見面 然後洪三段說 民進黨作為執政黨 必須真的做出改變 尤其不該只拘泥在執法取締的強度 那也應該要從我們真正的內心 看到停止的stop sign 你就要停 看到行人穿越道上 有行人在穿越 你就要停 這就是文明 臺灣是個民主國家 可是有一些地方 我們的文明程度要再增加 大灣就是其中一個 那在野黨都批評 賴靖德說作秀啦 你賴靖德作秀啦 作秀啦 可是賴靖德真的作秀嗎 我讓大家看 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這是遊行那一天的 賴靖德司法遊行 IP作秀 結果呢 他接習日糾正逆向遭歐 真心用生命在扛 賴靖德昨天出席 環璐宇明大遊行的時候 除了上臺致辭以外 也率領黨公職一同 貿雨遊行 貴料卻招嗆市政治作秀 有些人酸 奈清德道安只是道場作秀 但說這些 但說這些話的人 大概不知道 奈清德習遭遇過往 他習的遭遇過往是什麼呢 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五號 我們來看看 糾正逆向 他當時在當立委 他在台南看到有人逆向行駛 立委耐清德招毆 角磨破裂 他為什麼要招毆呢 立委耐清德下午在自家門口前 糾正三名男子逆向行駛 這三個傢伙逆向行駛 耐清德當時是立法委員 他就證他們 攔下來說 你們怎麼可以這樣逆向行駛 這樣危險啊 卻慘遭對方率人辭 囚棒圍毆 就碰到了囚棒隊 導致奈清德全身多處挫傷 拿囚棒圍毆 他三個人 一頓一頓好打 全身挫傷 到處淤清 又眼角磨破裂 眼角磨破裂 你看多嚴重 送到醫院急救 陪著他的助理身上沾滿的是 耐清德流的血 所以這是兩千零四年的事 兩千零四年耐清德在當立委 就是這麼的有正義感 對道安 他被打成這個樣子 住院很多天 所以從這件事情來看 他是作秀嗎 妹妹 所以怎麼來看呢 耐清德的個性 本來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是勇於面對 然後是非常有原則 那同時也非常有勇氣 當年他好像住院十二天 如果沒記錯的話 然後包著那個紗布 後來他還是選擇原諒 我覺得蠻難得的 那後來 據我所知好像有些惡少 有人親自就是跟他道歉 所以他是用一個生命 在那個現實人是這樣 你在當下的直接的反應 就可以看出這個人的個性 他就不對了 他就是直接來講 那到時候他選擇了原諒 所以說他是作秀人 我不曉得怎麼可以這樣子講 那如果要講的話 那我請問你 那侯友宜是不是作秀 柯文哲是不是作秀 在你們主政底下 新北市 台北市 道路安全有多好 不是也是一大堆問題嗎 現在最重要是說 他去了 我覺得也不錯 交通部長也去了 即使下面有虛森去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賴清德的 這種一貫的直球對決的風格 我就是勇於面對 然後不對的 謝謝 我們就是要承諾 要改進 他就是這樣 所以他承諾於爸爸 我認為賴清德是個蠻真性情的人 那個就是真的是非常鄭重的承諾 而且他會去盯 他會去做 那因此呢 其實你從賴清德擔任黨主席 你看學榮案 黑金案 他哪個事情不是直球對決 me too 哪件事情不是直球對決 到今天8月20號說真的啦 有人就說去 去了 大家虛 執政黨在執政 你也是面對呀 可是就是因為這種 這種敢於面對問題 而且我提出方法 我提出承諾 這就是這樣子的風格 才能夠讓他 從接任黨主席的時候 那個民調就一路一路 就這樣往上升 對不對 因為大家看到了嘛 乃至於他過境美國那種沉穩的表現 我相信也是信守跟美方 事先的溝通跟承諾 那種一貫性嘛 所以國人看到是一個誠懇的 勇於面對問題 同時勇於改革的賴清德 這就是為什麼民調能夠直直上 那至於其他人在放風聲說什麼什麼 這個是在作秀的 對不起 十二這當年的那一幕 用生命來見證 什麼叫真正的勇敢 真正的誠懇 所以金潔 其實立委兩千空四年 這個時候 立委從政委 你都做議員了 還沒啦 兩千還沒 你看看 這糾正逆向 說得難聽 做任務 沒必要去抓這種事情 去剛才說得難聽 這三個白書 小孩子 三個爬球棒 跟一個任務說得住院十二天 眼角磨破裂 可是他仍然照樣往前走 所以從這件事情以後 你可以看到他很多事情還是繼續往前走 不對 他都是往前走 直球對決 所以說他做秀到得利 所以其實老闆是 從這件事來對照這件事 他的民調關係有得利 當然啦 這個看到一個人的勇氣 道德觀 我覺得這是給肯定跟支持 我要講 我在八十一年 我民國七十九年底退伍 八十年 我媽媽往生八十一年 我帶著我爸爸去文萊 文萊這個國家很小 只有二十萬人口而已 我第一次到爸爸去 從機場 要回到這一個 我姐夫 我姐姐他家 看到十字路口 沒有紅綠燈 我姐夫就停 我姐夫沒有人 沒有紅綠燈 你為什麼要停 沒有沒有 我們的國家就是這個樣子 看到十字路口 十字路口竟然停車 你又看到一個國家的人民的素養之高 不管是斑馬縣 不管是沒有紅綠燈 只要是十字路 你就停了 沒看到沒有人 他們繼續往前走 這個就是我們臺灣目前最勸缺的 這就是文明 這是文明一個國家 應該有的道德跟規範 不是這個樣子嗎 我覺得當然是 身為一個立法委員 看到民眾 這個逆向心持 他有這樣的一個勇氣站出來 我覺得應該國人同胞都要可以高度的肯定 但是我還是覺得就是說這個我們民調 為什麼我們偶爾會低 沒有做什麼事情 賴清德 熊熊漲漲到了四十三趴 我們這兩天沒做什麼事情 結果民調掉了六點八趴 這個跟我們的這個道路的這一個遊行 我覺得是沒有直接的關聯性 我倒是覺得我們看到這一份的民調 用國力就要還款 我們其實我們都很擔心 如果還是這樣子再持續走下去 我看國民黨也差不多 我們朗東講差不多結束了 也不一定 立委還是有機會 我本來一直覺得 我們是在歸途賽跑 我們的候選人是烏龜走的比較慢 我覺得我們最到最後 我們會到達終點 但是我覺得如果說看到這樣的一個民調 如果這賴清德民調 已經突破了四十趴的一個天花板 如果還是繼續往上 我看到了我們的國民黨趨勢的一個選舉 國民黨的趨勢 我們從一九九六年 李登輝第一次選舉到現在 國民黨的民調沒有低於三十趴 民進黨反而在彭明明那一年 彭明明那一年拿到多少 二十一點一二 國民黨在換柱事件拿到多少 三十一 國民黨拿到三十一點 換柱還有三十一 換柱啊 我就跟 我跟各位在這個節目講 絕對不可能來第二次換柱嘛 但是那一個時候 這個二零一六年 我們把紅舊都換掉 還有這個三十一點零四趴 我們的民調沒有那麼壞啊 所以你們的問題就出了郭台銘喔 不是 這個我還是覺得啦 當然我們今天我們黨主席講就是說 他不相信這份民調啦 今天我們看到這個龍凱仙 龍凱仙他在台南選舉 他都十四趴 十五趴 十四趴 一直到選舉票開出來開到四十四趴 我覺得這個民調喔 我還是覺得這個參考就好了啦 侯友宜今天也有在國際英雄館啊 他還是堅定的支持 繼續往前走 民調僅供參考 我們國民黨從來沒有這麼差的民調 如果真的到十三趴 這太離譜了吧 十三趴有點偏離 但是我必須要講 為什麼 因為郭台銘在瓜分啦 柯文哲也在瓜分啦 貴黨的黨主席不敢拿出黨紀啦 侯友宜的民調怎麼好嘛 但是拿黨紀有什麼不代理啦 我說一個正經的 有人說話比金鑑比較嚴重啊 什麼呢 不只下架民進黨 還要下架國民黨 欸 這好像翁仁 這太嚴重啊 人家沒問題 他總會口頭 口頭也重點好 所以就是你們黨主席的黨紀有問題嘛 如果為了黨紀 他不敢用的時候 那他目的可能就是為了立委的席次啦 這個我們要 要瞭解朱立倫的苦心啦 不過這個苦心會不會反而就害了 就是剛剛金鑑說的 換柱也要三十一趴 現在侯友宜越來越低 怎麼會這樣 坤城 我先講一下 這個環入愚民大遊行 因為我昨天有在現場 那我昨天我在現場 其實他是民眾黨 國民黨 然後是民進黨依序上臺 那其實昨天侯友宜也是真的遲到了 侯友宜他遲到 因為侯友宜遲到 所以這個猶宜蘭他先上臺講 講了一分多之後 然後侯友宜才從臺上走下去 走上去 我相信侯友宜是遲到 為什麼 如果他沒有遲到 像他昨天講說 我已經到了十幾分鐘在後臺 那你為什麼要讓侯友宜蘭上臺 你都沒有必要讓侯友宜蘭上臺 友宜蘭上臺顯然就是你遲到 每個政黨只有三分鐘 時間很寶貴 三分鐘而已 你一分鐘而已 侯友宜蘭 現在侯友宜蘭是要選任務嗎 沒有 他不分副的也不要選 你不跟他講什麼 你要一分鐘 經常說不就很好 對不對 侯友宜蘭是他的副手 所以說 因為我們就在後面等 所以說那時候侯友宜遲到他上去 前面侯友宜蘭先講了一分多鐘 那為什麼會被虛 因為侯友宜蘭接下來講說 接下來我們請下一任總統侯友宜來講 因為這是一個公民團體的場合 你把它搞成政治造勢的場合 難怪會不會下面人虛 那等到賴清德上臺的時候 其實也是三分鐘 把握時間 他把這個環路漁民的訴求講得很清楚 那他是執政黨 我們是執政黨 那接下來要怎麼做 比如說這個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 先通過 那第二個就是明年度中央地方合作 六百個危險的路口跟路段 我們把它整理好 然後接下來就是二零三零年 希望說行人的死亡能下降一半 二零四零年這個達到 這一個行人臨死亡的願景 政策都講出來 對 他就是政策都講出來嘛 那你講完之後 他第一個他沒有遲到 第二個他有下去走嘛 那有人講完就走了嘛 然後他有下去走 然後也走 我們就是陪著這個 我們的賴總統一起走 哪兩個人講完就走 哪兩個人有下去走 這個講完講完就走是郭台銘嘛 柯文哲嘛 講完就走了 另外兩個是有下去走 跟著一起遊行 我記得侯友也有下去走啦 那我們也有下去走 然後對啊 那所以說你沒有去虛那些說這個講完馬上走 或是虛那個 這個有啦 有虛那個遲到的啦 那其實我們就是把我們的政策講完 然後跟大家講說這個未來我們執政之後 繼續執政之後要怎麼做嘛 這是昨天的這個情況 那其實說為什麼民調會高啦 我覺得就是說 因為這個現在來前面看看是有總統班啊 還就是有總統樣啦 總統班 總統班 這班生啦 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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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的總統候選 對 像 像 像 正常的總統候選 對 這個 像 這是我這幾天講的啦 說這一次台灣的選舉 好像有一個 這是石板民腐還是誰也這麼講 石板民腐說他像 名門大派 哦 名門大派 名門大派 那格拉伊怎麼講 格拉伊的講法是說 他丟那個三隻小豬 郭台銘丟這個三隻小豬的講法出來 很奇怪嘛 因為三隻小豬他的意思是說 這個你選總統選總統到最後 你看三個人 你也只有兩個人會出現在選舉公報 如果你整合的話 也只有一個人會成為總統候選人 我記得有一個國外的媒體說 這個耐清德比較像一個正常的總統候選人 我記得有這麼一篇 但是我忘記是哪一個報 也是個大報 不過看到這個的時候 比較好玩的是民調 已經遠遠這兩個人看不到他的車尾燈 然後想要耶 耐清德說 他是在作秀 結果人家把以前的事情2004年拜託 這多久以前十九年前十九年前 他這麼有正義感的事情 這個時候很年輕 你看看 十九年前很年輕 結果被三個白粗一納拿球棒圍毆 打到眼角膜都破掉 所以看到他的對於道安正義的一面 所以范老師怎麼來看 我也同意就是說 其實那個第一時間的反應就是 這是我沒有辦法假裝的 你看今天如果不是因為這件事情 我們關心政治很久了 也不知道賴清德為了道安做過這樣的事 那這個就是他的真性情 第一個他真的很在乎 大家是不是能夠有一個道路的安全 那另外就是說 他正面面對問題 而且據說奮不顧身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 我們希望能夠承擔 國家領導人的一個特質 而且這是無法隱藏的 那回來講 就是從昨天的那個道安的事件 我覺得這也展現了賴清德對於不管是公民 團體的訴求 或者是民眾的關心 對他不打假球 他就是正面對決 那我們剛講了 從黑道學論到me too 那到這個道安事件 他其實都是用高標準面對自己 不管是他準備上臺 可以把政策講得很清楚 或者是黑道學論me too 他不管其他政黨怎麼處理 自己就是用一個最高的標準 那這個最高的標準 當然一定會得罪人 可是大家就看到就是說 他其實是不敷衍 認真面對問題 那我覺得其實就是說民道到現在 就像剛剛講的 就展現了就是藍白這邊 真的是內鬥內行 什麼在野大聯盟 然後大家不知道 在說真的跟假的 包含郭台銘嘛 一下說要喝咖啡 然後馬上就譴責 都是別人的錯 那我想這個部分 民眾也看清楚了 那另一方面就是賴清德 過去一直被攻擊的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什麼台獨等等 你現在看到了 那個華郵的那個作者 也告訴大家 臺灣這個統派真的在消失嘛 所以剩下的都是獨派 所以他覺得賴清德那個臺獨 中華民國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不就是大家都是獨派 我問一句話 反而幫忙解釋得很清楚 我不管怎麼問一句話說 當我們去國外的時候 你看到中華民國的國籍 你會不會要拿 你會不會覺得很惡心 我們來賓是不是都這樣子 我記得我去自駕哥 獅子會總會大遊行 2005年2005年2006年 我當總監的時候 趕快來麻煩你 要做總幹嗎 你就會碰到 不給我們拿國籍 我照樣拿 今年也是一樣 今年也是一樣 我們照樣要拿 還是被剪掉 被剪掉 但是我們要努力的 要把這個情況要翻轉 這我們的國籍為什麼不可以拿 那這個拿國籍 我要告訴大家 國民黨拿國籍 民進黨拿國籍 其他政黨的拿國籍 只要拿國籍通通是台獨 這就是中國的定義 你中國就是台獨啦 你說你是中華民國國民 你也台獨啦 結果問什麼叫台獨 所以台獨 大家可以看到說 為什麼說統派會消失 原因就在這裡 不過我在這裡 要讓大家看 賴清德糾正逆向 這是TVBS的報導 我大家知道 其實有很多媒體都有報導 我在這裡讓大家看 那國民黨這三隻小豬 說要整合豬隊友 郭台銘呼籲侯友宜 柯文哲坐下來談 我聽民意做最後的選擇 郭台銘說 他要聽民意做最後的選擇 可是他這個民意指的是說 他當政的 另外兩個當副的嗎 還是說另外兩個當政的 他也願意當副的 還是說他可以不選 他都沒講 這個有意思喔 所以在這裡來講 是不是造成侯友宜 變成民調沒有力量的原因 我們看個相關報導 男性對女性要非常的尊重 我們的學習榜樣 就是朱鼠雪 沒有 是你 陳律婦女新住民庭 和後援會諸侯兩人台上相互調侃 心情不受心出爐的 民調影響 但侯友的支持度已經跌到 只剩下13% 我給另外的部罰 鄉親家民調 慘客 你相信嗎 如果按照這個民調 賴靖德今天已經宣布當選了 我不再會驚訝 如果沒有合作 這一場戰 老實說已經結束了 主席去苗栗 我就告訴他一定第三名 侯友民調創新低 苗栗縣長周東鼎說 不意外 郭柯侯不合作 2024早已結束 花蓮立委傅昆奇也喊話 若持續分裂各自為政 三隻孝珠將淪為豬頭三兄弟 你認為誰適合出來做這樣的整合 如果吳伯雄 他來邀看看 說不定有機會了 不然以他跟現在兩位候選人的互動 要回頭應該很困難了 不只國公還有王院長也好 或者是馬總統也好 或者我們都前輩 大家都在扮演助力 綁止郭台銘挖牆角 助人派出黨團總召 曾名中副秘書長謝一鳳到全台拜會 地方要角和小姬穩定軍心 但日前才公開約 柯侯喝咖啡的郭台銘 前一天卻說 由板橋大姐要他選總統 儼然成了泛藍整合路的絆腳石 因為根據網路輿情大數據分析 郭台銘就是非律想勝選的大麻煩 當PO了一個要全力支持 侯市長爭取2024勝選的這個文以後 那後續做的這些動作就好像 跟你當時的承諾是背道而詞 所以鄉親會覺得說 你說的這樣有準什麼 甘美哥三明 抱歉 變成三明 抱歉 財經界來說 他可是一時的俊傑 我還會隨時去登門拜託 用最大的誠意 再來請益 我們郭董事長 郭宇宜繼續釋出善意 但請益恐怕還是難以換回 郭台銘的回心轉意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那現在郭台銘要找他們兩個 來喝咖啡談是非 這個是非這樣談一談 就可以變成是非分明嗎 還是四分變成麻花卷 更加沒有是非 不知道 不過在這裡 朱立銘說 大家放下自我 小我小一點 大我大一點 只有這樣才能團結盛選 問題是所謂的大我要大一點 小我要小一點 你的大我指的是什麼 郭台銘已經跟你漏氣了 大我指的是中華民國 不是你中國國民黨 那你又說你不可能做富的 請問你有小我要小一點嗎 所以啊 嘴在說 有做到嗎 好像沒有 那我們看看黃子澤 侯敬辦的發言人怎麼講 要三人馬上坐下來喝咖啡 確實有點難 這個人比較老實 確實有點難 我們再看 人家在問啊 問侯友宜說如何看郭台銘 要科 似實物者為俊傑 這人搶聲 這是跟搶聲 到底誰是俊傑 誰要似實物 是你阿明要似實物 還是叫我們的柯文哲要似實物呢 郭董確實在財經界是一時的俊傑 我也會在登門拜訪 用最大誠意向郭董請議 所以侯友宜說沒有錯啦 你是俊傑 不過只在財經界 在政治界呢 你啦 可能不是個他 這一句話 玄外之音 就是跟你說 你阿明 會賺錢來你不是腳啦 我們再看 喊話 在野三隻小豬要團結 傅君吉說 傅君吉拋三問 各自為政將保送大野人耐清德 他說什麼 若侯柯鍋想贏 就必須合作 否則三隻小豬淪為豬頭三兄弟 將保送大野人耐清德 奇怪 耐清德為什麼變大野人 耐清德應該是中國共產黨吧 耐清德是我們的人 不管你是國民黨民進黨哪一個黨都是我們臺灣 國內的人 所以大家再看李乾隆說 郭台銘啊 那你這個人啊 粗耳反耳啊 對合作不會有好結果啦 喔 這給他嗆聲呢 總統請怎麼講 在野正營可以團結 有合作才有機會慎選 若不合作 連機會都沒有 華府智庫 GMF 印太研究的主任格拉儀 Gracer他說 三隻小豬團結打敗大野狼 但只有兩位參選人可以成為主隊來抗耐 也就是有一個正的一個副的 而且只有一個人可以成為選票上的總統參選人 那舉這個童話故事有意義嗎 就把它撈開了啦 我們再看 不確認了人情 郭台銘霸氣地表示 我這次選舉對外不募一毛錢 不募一毛錢沒有什麼稀奇啦 很多人選舉也沒有募一毛錢 有的人是連募都募不到 有人是要募還退回去 像以前那蔡英文 有人給他 他還退回去 他說不必 夠用就好 因為我們黨部相關的已經夠用了 所以重點在這一點 我這次選舉 聽好 我再唸一遍 我這次選舉 郭台銘說 我這次選舉 很重要 講三遍 所以換句話講 他選定了啦 如果從這句話來講 淡水阿嬤的翻版媽 郭台銘拋板橋大姐 他說 板橋大姐要他趕快出來選 所以人家問朱立倫 你有個淡水阿嬤 他有個板橋大姐 朱立倫喊往事說 記憶力不要這麼好啦 欸 觸味呢 我這次選舉 記憶力不要這麼好啦 但是問題在於說 這個大家的交鋒之間實在太有趣 為什麼太有趣了 因為前面光是講到說 事實物者為俊傑這句話 我的截圖跟勇哥是不一樣的 真的 為什麼是不一樣的 勇哥你去看一件事 我們以前在看 比如說三國演藝 什麼時候要講人家 事實物者為俊傑 去勸詳的時候嘛 去勸詳的時候 告訴你說 你要事實物者為俊傑 歸順我投降我嘛 那然後呢 用在比如說 用在郭董上面 會等於是在講什麼 你知道嗎 說他事實 他說他郭台銘是個俊傑 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就是郭台銘 在過去在投資的時候 常常看得清楚大事 知道前面告訴人家說 這邊我要投一百億 但是因為看得清楚大事 所以這一百億 最後就不投下去了 意思就是指他說 過去的信用 常常有跳票的問題 所以你看在這裡面確實郭董的這個跳票技術是很多 你看過去說要花百億做這個國片 要做一百部國片 就只拍了一部就結束了 過去呢 你可以看到說到巴西去投資一百二十億美元 創造工作機會 最後呢 投資成效不好 然後最有名是到哪裡去呢 當然就是到威斯康星州 我請問各位 你知不知道 郭台銘在威斯康星州 現在做的最主要產品是什麼 你有印象嗎 沒有印象 我告訴你 郭台銘現在在威斯康星州最有名的叫做花旗人森 叫花旗森好不好 所以大家都想說奇怪 郭台銘到威斯康星州 當初川普找他去的時候 還號稱叫世界第八旗機 那世界第八旗機到底是做什麼 你也講一下 要做高科技怎麼做到農產品去 高科技一開始要講什麼你知道嗎 一開始這個我跟你講 這真的如果不是俊傑的話 轉彎都不會轉得跟郭董速度一樣快 一開始去的時候說要做高科技 後來高科技人家會問你說 那你要做什麼 美國國內討論一圈想說 手機組裝業務從中國移到美國來 有可能嗎 成本也太高了吧 結果當時點名說 要不然做電動車 結果電動車講下去的時候 大家也覺得說這個有難度 結果後來郭台銘 當時拋出來說要做什麼 說是要做面板 好 說要做面板 結果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面板到目前為止 威斯康星州今年二零二三年 還是沒有看到做面板 然後鴻海官方傳出來消息 也說這面板 所以這個叫做四十五微俊節 結果你知道後來郭台銘在這個 威斯康星州什麼最出名嗎 就是這個花旗生 不是 我要問的是郭台銘 意思就是說他寧可毀約 寧可把Promise給毀掉 他也要當俊傑 也說四十五微俊傑 因為他就是一個標準的商人 所以他可能不選的 你意思是這樣子嗎 我沒有說他可能不選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侯友宜這句話其實就在暗 就在鳳 我覺得他就是在嘲諷這個郭台銘 說他過去就是轉彎轉很多了 那再拐個彎再講說郭台銘過去 信用不好 那實在這件事情信用最不好 五月十七號的時候 你都寫臉書要支持我侯友宜了 你現在還找我來說要比一次民調 不過我要問的還是說 霸氣的說我這次選舉不募款 所以表示他已經講說要選了 如果國民黨這個時候還有小雞 跑去跟他站在一起 國民黨還不用黨紀 拜託 人家已經手牽手不是去看電影 你的女朋友跟人家手牽手 都已經走到賓館門口了 不會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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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他真的宣佈 正式宣佈參選 朱立仁 這個不 我這次選舉還不叫做 他沒有正式宣佈參選 朱立仁就會假裝自己看不到 聽不到 就是這樣 你可以說他是為了立委的選舉 他看衰侯友宜 他還是會想湊成一個非律大聯盟 這裡面他有盤算他的出入的問題 OK 所以他的厲害跟馬伴 跟這個侯伴 跟金普通是不一樣的 大家要看到地點 第二點 我認為郭台銘講 事實物則為俊傑 贈聲 就是在搶聲 跟柯文哲在搶聲 這句話是郭台銘說的 他在跟柯文哲說 你要事實物為俊傑 投降我啦 前後 前後的脈絡 他就說柯文哲是個聰明人嘛 他自己這樣選得上嗎 事實物則為俊傑 他如果選得上 我們不會攔他 意思是什麼你知道嗎 郭台銘把自己當作人肉炸彈 來來來 柯文哲 你不投降是不是 你還想在那邊代價而故 是不是 我如果算下去 你什麼都沒有 你就是 你也是罪人之一 沒辦法政黨輪替 郭台銘有幾個利益 第一個他的超能力 真的 資源很大 第二是怎麼知道 他是最有彈性的 他雖然嘴巴講這樣 但他畢竟沒有正式宣布參選 他的利益點就這樣 他有主動權 他可以講啊 因為我跟你說 要算不算實在意啊 但是我請問你侯友宜 跟柯文哲能夠不選嗎 好啊 你柯文哲你要算 我如果下去 你柯文哲第四名的 你就第四名 你面前都有什麼 但是你乖乖啊 我覺得柯文哲這樣 兩個是掙錢喊話啦 大家不要看他們互相 那邊 柯文哲說 絕對沒有郭柯佩 你相信我告訴你 柯文哲說話不算話 太多了 柯文哲就算啦 如果郭台銘硬是要下去 他自己也沒有錄 那郭台銘是講 我認為郭董是很厲害 你看他怎麼殺 殺價下譜的 一千的 到時候你撞兩年 到時候我把你抬下去 我就要再等什麼 你知道嗎 柯文哲 你想我不用錢 你來投降 柯文哲現在 撐得很刁 否則我為什麼要乖乖的 沒錢去投降 所以兩個到最後 我跟你講這未來這一個月 還有好戲可笑 直球 不要說直球啦 這個兩輛車要對撞了 看誰先轉彎 車輪先轉彎 到底是郭董不打 還是柯文哲不打 看起來國民黨是搭頭宰宰 反正選到底 一定是正的 不可能當富的 因為堂堂大黨 這選下去國民黨就包起來了 所以這樣說起來 柯文哲跟阿明 現在正在兩輛車要對撞 看誰先轉彎 不打的先轉彎 那就是那個不打的叫做 事實務者 無打的是俊傑 要搞清楚 所以困針 我覺得就像勇哥講的 現在這個郭台銘 就是在玩膽小鬼遊戲 兩輛車要對撞 看誰要轉彎 他是覺得說 我現在有十趴的民調 我現在有十趴民調 如果出來選的話 柯文哲你就別玩了 所以他現在就跟柯文哲喊排 事實務者為俊傑 那其實通常是只有民調高的 會跟民調低的講 事實務者為俊傑 但是現在翻轉過來 不論是人肉炸彈 或是膽小鬼遊戲 反正我現在有十趴 我現在十趴 如果出來選的話 你柯文哲一定倒 所以要求 他就是用這個東西 要求柯文哲 必須出來跟他談 不擋媽祖叫我算 板橋大節也叫我算 坤春 對啊 板橋大節 還是說擋水阿嬤 這就一個說法 那就像那個 剛剛講的說 我這次選舉 對外不慕一毛錢 我這次選舉 就是我這次總統大選 對外不慕一毛錢 因為他有九十二億 但不用對外慕一毛錢 他不只九十二億 他財產幾千億 光是今年的鼓勵 鼓勵 他的三個 三個 零數 零數 所以對於這個郭台銘來講 現在第一個階段就是說 反正我有十八民調 我用這十八民調 跟你喊話 看你柯文哲 要不要出來跟我談 第二個呢 如果說八二三 當天不曉得 會不會有重要的宣言 那最早他會玩到九月 這個總統 副總統的連署 那這個時候 他其實都是給國民黨 或是給民眾黨壓力 如果他真的去參與連署了 那又有兩個月的 這個連署時間 可以讓他一直暖氣 一直熱身 一直熱身 這時候國民黨要不要找他談 民眾黨要不要找他談 都要必須要找他談 所以我認為這個郭台銘 他是頭小了 他一定會玩下去 至少會玩到九月 玩到十一月 官公保備 叫我選 現在算了 媽祖也保備 叫我選 這樣還不夠 我們有一個班叫大支頭 叫我選 很多人叫他選 你們侯友宜 誰叫他選 我覺得我們從一端開始 我們的主席朱立倫 就已經對外公開的宣示 他將來想要組一個 非力大聯盟 執政大聯盟 合作大聯盟 這個最主要的是要下架民進黨 這樣的一個 我覺得我們都支持了 那因為現在的這個狀況 對國民黨來講相當的嚴峻 那郭董呢 他拋出這樣的一個議題 要喝咖啡 我覺得也很好啊 那也是希望就把時間地點都訂出來 那這個我覺得我們的候選人 也可以去跟他喝一喝咖啡 因為我們的這個侯友宜 市長也有提到 他願意再去跟他拜訪 這就是真正的遺尊救教 對 這個他他有講 就三故茅庫嘛 他到他家三次都不得其門而入 人家是豪宅 你跑到茅庫去 他真的 他有跟我講 他真的到郭董他家樓下去 等他 人家是豪宅 不是茅庫 對 他講就是說 那今天在國際英雄館 他有提到 他不排除再次的登門拜訪 向他請益 在這個國際英雄館 我覺得總是要和解 五月十七號之二 在國民黨提名 五月十七號結束之後 到現在的這一個傷痕 到現在還沒有辦法撫平 我覺得對國民黨來講 往後的日子會 這個走得很辛苦 我覺得就是說 既然能夠坐下來 大家好好的談一談 到底我們將來的這一個 要怎麼樣一個組合 最重要的 我們就是要下降民進黨 如果說能夠有這樣的共識 包含柯文哲也一樣 我真的在講 柯文哲他是一個茉莉的 他變成他現在來搶國民黨的票 二零一四年 他是茉莉嗎 柯文哲在二零一四年 他當選 他自己會講 我就是一個茉莉 結果你們民進黨 民進黨就排除萬難 到他當選台北市社司法 你現在就問他說 他是不是茉莉的 他絕對不是跟你講 他不是茉莉的 我說這一個人 我們國民黨的悲哀在哪裡 我們為什麼 茉莉他是檳榔好不好 他是檳榔 我覺得柯文哲他自己講的 他是茉莉 他有講過這樣子的話 他講過 對啦 但是後來證明他是檳榔啊 那這是誰支持出來的 當然是民進黨 在二零四年 打敗了連射文 民進黨要檢討 民進黨十年某一件 搞到今天 他來蠶食我們的票 我們情而以甘 我們為什麼會出黨 因為他是茉莉的 所以說我們覺得 可是他現在是吃你們藍色的票 他不是茉莉的 所以說他現在變成茉莉 所以說我們 我們現在還是很辛苦 要跟之前茉莉的變成漂白之後 我們還是要跟他討 他變成茉莉的 茉莉的 茉莉的 我還是覺得啦 只要能夠打 因為他拿的都是你們的票啊 是啊 因為我們覺得他打不到 茉莉竟然打不到你的票 你們怎麼辦嘛 你們還一堆人跟他眉來眼去啊 你們打主席不然怎樣啊 你們一堆人 你們的小氣什麼徐小新啊 什麼一大堆通通跑去跟他在一起 還要怎樣 徐小新還說打柯文 這是不自知之舉 所以說我們的主席 要訂一套的一個標準 到底我們在什麼時候 要組一個菲利大牛 談到什麼時候 如果不成我們就走自己的路 就好像這個金小道講的 如果沒有辦法組 我們就是光榮的 怎麼樣 不成就大家切啦 各走各的路啦 你們沒有什麼好談啊 你們竟然侯友言是勝的 還要談什麼 因為其他人會來當副的嘛 其他人不可能來當副的嘛 主席到今天還沒有 只有0.001% 我們還是不放棄 這句話啦 如果柯文哲 當揪人也有 也有 你這樣跳嗎 就打下去了 你都不敢打 實在是真的 你們這個樣子 來來來 看一下 燃在分裂 侯漢廷宣布選士林北投立委 張思綱揣在那 麻煩了 侯漢廷參選士林北投立委 喊說在野大團結要來搶票 張思綱說就是保送民進黨 張思綱說任何單一選區 在野陣營兩個人競爭 就是保送民進黨參選人勝選 侯不必自欺欺人 侯漢廷參選士林北 遊俗會曝後果喊遺憾 選戰會剩垃圾時間 這個蠻有意思的 你們每天都沒團結 要怪什麼人對不對 人家說 侯漢廷他高中的時候 我就認識學校社團的關係 因為這幾年 因為統獨不兩立 所以說我也沒怎麼跟他聯絡 今天早上的時候 我特別傳訊息給他說加油 非常 很久沒聯絡 我也這個消息特別給他加油一下 他顯然是會繼續往下選 因為現在狀況就是這樣 例如我們前面講到是說 一開始是柯文哲先說郭柯沛不可能 然後柯文哲然後郭臺銘才在那邊講 就是說要選要視實事務者為遜潔 結果都沒有人在跟侯漢講話 是侯漢自己跑出來去跟郭臺銘講說 什麼郭臺銘就是俊潔 意思就是叫郭臺銘視實務 不要選的這個意思 但重點就是說現在郭跟柯都看出來一件事情 就是跟侯漢沒什麼好談的 侯漢就是會選到底 他老師也會選到底 那你有什麼好談的 因為他不斷如何 他就是一定會選 他就不可能會合作 那反而是說郭臺銘跟柯文就覺得 只要我能夠接下來兩三個月內 把對方民調打下去之後 是有機會談 那所以但是郭臺銘覺得自己 冰翔馬撞 我有很多錢要花 他說他對外不沐一毛錢 其實反過來就是說他要去撒錢的 那這個句話就講給那些想要被他撒到的人聽的 聽到這句話很多地方派系就會覺得 我一定會努力的幫郭董去這個募款 可是我覺得如果說郭董他開始在連署之後 柯文還是有優勢 柯文他過去成立一些網路組織 網軍部隊 那些打手像是陳志涵 還是沒事有一個柯媽 一下又是佩琪 他有很多的 旁邊有很多的他這些將領 去幫他去擋子彈 當初侯友宜 不管上什麼節目 底下一堆人其實就是柯文哲的人 就在那邊一直罵他一直罵他 罵到他整個網路聲勢都崩盤 然後笑到侯友宜不行 這些郭董在接下來兩個院內都會有一個完整的大全餐去體會 所以我覺得在整個公式之下 郭董雖然有超能力 可是他用這種很傳統的打法的話 最後要贏柯文哲 以目前的民調來講 是不太可能會翻身 最後郭董不選 改回去支持柯的機率是比較高的 不過大家知道如果要連署的話 要準備什麼東西 成分證 最重要 要人家連署 你自己要準備什麼東西 你要準備影印機 你要影印那個東西給人家填嘛 對不對 他要準備副手了 所以啊 我聽說 聽說 聽說 我講三遍聽說 這個是有人告訴我 聽說有一家公司 也是屬於郭董的 郭董的他控股公司 已經準備了七八百台的影印機 所以換句話講 影印機就是要影印連署書 所以連署書要影印隨時要影印 那個可以印 但是身分證你必須要去連貼 對啊 所以影印機必須要七八百台 在連署的地方要買啊 他的連署書可以用印刷 所以 不是 連署書可以印好 可是你在現場 身分證要影印 你又黏在連署書上 所以在連署的地點上 要不要有影印機 一定要 一定要對不對 聽說一定準備七八百台了 你知道嗎 我聽說 然後我再講一次聽說 聽說聽說 聽說 聽說競選總部也在找 如果七八百台 準備好了 換句話講 連署的工作已經在進行中 所以他才會講一句話說 我這次選舉 絕對不對外募款 七八百台影印機 怎麼不夠錢呢 對不對 所以要做啦 他的公司有現貨啦 他的公司 他有一家公司 專門在賣這個的 生產這個的 你知道嗎 有個什麼地震的震 是不是 好 我怎麼知道 但是不是你告訴我 所以有這麼一回事 所以在這裡來講 范老師 所以看來我這次選舉 絕對不會去募款 要算了啦 對啊 我們那個就看到聯酉說 如果我們有那個郭泰銘 這個身家的話 當然就不用募款了 不過重點就是說 我覺得他其實就是在喊價 就是說他要選到底 那那個影印機的事情 可能也就是準備要告訴大家 剛剛講就是說 你看我敢不敢衝下去 那我回來想用這個三隻小豬的故事 繼續講 我覺得這三隻小豬的故事真有趣 就是說 那就是說 你說他為什麼不合作 其實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到底誰願意認為自己 就是那個豬小弟 因為現在就是說 誰是豬老大 誰是豬老二 誰是豬小弟 擺不平嗎 沒有人認為自己是豬小弟 連郭台銘都認為自己不是那個豬小弟 有人說那個叫豬尾巴 豬尾巴 因為排第三就是尾巴嘛 對 那什麼人是豬老大 對 那現在第一個是豬頭 豬頭 對 豬頭三兄弟 是 那我覺得 現在比較有趣的事情 不只是沒有人願意當自己是豬小弟 而且以柯文哲跟郭台銘的話 一個是皇帝 他當然不可能跟霸道總裁合作 那而且更也更有趣的是說剩下的那個侯友宜 我們看到朱立倫怎麼對待他 朱立倫剛剛那個國民黨這位笑說民進黨說 這個僧侶就是說柯P曾經說他是僧侶 那我們覺得很有趣 如果民進黨該檢討 當時怎麼看錯了柯文哲之後 那朱立倫顯然沒有從民進黨看錯裡面學到教訓 那為什麼國民黨當時不會去找柯文哲呢 對 那奇怪呢 柯文哲本質如果是深藍藍成這個樣子 或者是檳榔的話 當時如果國民黨去找他的話 那民進黨當時不就包起來了嗎 對啊 那更有趣的是 所以換句話講 國民黨也看錯 也看錯 也看錯 不是只有民進黨看錯啊 對不對 我這樣說有利不 也有利人 是 那不管有沒有看錯高宏安的貪污事情 朱立倫是怎麼回應的 朱立倫第一個時間是挺高宏安 那所以我想林根仁怎麼想 侯友宜 是不是這兩位心在堂穴 那你就是注定侯友宜你就繼續當朱小弟了 那我覺得朱立倫這麼做其實非常的危險 因為最後的我們剛剛講 如果總統大選的 那賴清德就繼續穩健前行 然後朱老大朱小弟 朱老二一直沒有辦法分清楚的話 就可能連政黨票 就是說朱立倫如果這樣對待的話 都有可能變成朱小弟 那我覺得這個是最危險的這樣子 對 不過我們還是要看 柯文哲開始 又拋出了一個議題 柯文哲每一次在洗面白的時候 才會拋出另外一個議題 對 他這一次拋出什麼議題 竟然打李登輝牌 柯文哲說掃提國與國 兩岸是特殊關係 他說這是李登輝告訴他的 這是李登輝告訴他的 然後再看看柯文哲稱兩岸強調特殊掃提國與國 陳建輝說他得自己說清楚啦 李登輝告訴你的 顧總統李登輝先生 曾經親授柯文哲親授他 真的是這樣子嗎 這個叫做絕招嗎 真的是絕招嗎 人家老早就往前走了嘛 所以把李登輝牌有用嗎 看個相關報導 我想說台會跟大陸什麼關係 我說特別關係 他說多特別 非常特別 不是國與國 李登輝這樣跟我講 你說你只要講特殊關係 搬出一顧前總統李登輝提出的 特殊國與國關係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在網路節目專訪聲稱 有關兩岸定位 李登輝私下教他 應該要強調特殊關係 國與國的部分就少講 強調特殊就好 不要急 不要急 這也是國與國嗎 有國與國 大哥你就不要急 講特殊就好 兩岸定位一直是敏感話題 李登輝在1999年為了阻止 江澤民對外聲稱 兩岸要進行政治談判 在專訪中 吳云錦拋出特殊國與國論述 引渡引發台漢緊張 但柯文哲這回將重點 放在特殊關係上 直言如果是國際關係 放在外交部就好 為什麼還要弄個陸委會 更說有些話就是不能明講 講明白大家就掛掉了 我們堅守適合堅持 至於這個柯市長的主張呢 我想他需要自己的 向社會各界來做說明 這個柯文哲主席要選舉 不要拿李前總統出來 自己做他的解讀 綠營喊話別曲解李登輝的意思 不過柯文哲從訪問日本開始 接受外媒專訪 到如今的兩岸定位 開口閉口都聲稱是 失誠李登輝 似乎想搶打登輝牌 拉抬選情 因為李登輝先生已經過世了 他就憑著跟他講過話 所以我們覺得他是在編造 如果他不是重視國與國 那他就講特殊的兩岸關係 就好了 卻要假傳聖旨 說李登輝沒有 李登輝講的是 不要講國家的意思 這是在消費李登輝 是在扭曲李登輝 奉李登輝為精神領袖的台聯黨 透拼柯文哲消費 畢竟李登輝是不是真這麼講過 隨著人以過往 根本無法查證 我們來看一下 柯文哲稱掃提國與國 侯友宜敬辦發言人說 尊重你啦 民眾黨立委邱承遠 重申台灣自主兩岸和平 我們再來看 四叉貓揭露了雲林民眾黨幹部 前科累累 網酸說 都辦姐妹場了 不能夠辦兄弟場嗎 你看 我們怎麼來看 柯文哲十九日下午出席雲林 台灣選擇之友會成立大會 但被四叉貓發現 不少參加的男性身上都有著刺青 更表示雲林縣黨部的幹部中 不少人有著前科紀錄 引網友酸說 都刺青 刺青的啦 爬到黑的沒有距離啦 姐妹場都辦了 難道不能辦 以兄弟為主題的嗎 你看看 坐著旁邊的這些人 大家看看 然後呢 一大堆 我們再來看 把黨部當作堂口嗎 秋顯治批民眾黨雲林黨部染黑 他說民眾黨雲林縣黨部 不僅有兩人曾有前科 還有一人曾因家暴遭核發保護令 另有一人涉嫌違反律師法強盜暴力討債 是把黨部當成黑道堂口在經營嗎 這是什麼樣的新政治 民進黨說 柯文哲啊 侯友宜啊 你嘴巴反黑金 身體零距離 都跟黑金在一起 系屬柯文哲侯友宜 與黑金人士交往的紀錄 痛批柯侯嘴巴反黑金 身體卻跟黑金貪腐零距離 跟地方牛鬼蛇神 顯然是利益最大的共同體 人家耐性的民調趨勢是往上 柯文哲的民調趨勢是往下 為什麼 你看邱顯智 這是時代力量講 民眾黨柯文哲 你雲林縣黨部變成堂口了嗎 而且這一些牛鬼蛇神一堆 恰靈恰王的一堆 朗東怎麼來看 對 視察貓在臉書上面就很厲害 又收到法院的這個判決書 像這個民眾黨的北港區主任李順成 這邊可以看到說 這邊有精美的這個刺青 然後就是拿這個呂棒去打人 然後判五個月有期徒刑 然後類似的案例還有兩三起 而且剛剛不是講到說 為什麼說是兄弟會 因為他裡面一堆人都是屁的那個小瓶頭 然後這個襯衫 然後這個T-shirt這邊就露出一截 這個有兄弟風的那個刺青 那你說刺青不一定是壞人 可是他那個刺青的風格 就是所謂的軍慾風 就是道上兄弟比較常刺的風格 如果他是刺多拉伊夢 或者是Hello Kitty的話 我們當然是不會說他是兄弟 兄弟不會刺Hello Kitty 所以說他那個穿著打扮的風格 而且不只是一個人 是一群人都這樣聚集在那邊 那這確實就是道上兄弟去幫柯文哲去站臺 跟那些地方派系黑金就站在一起 那這些事情就是很明顯 所以柯文哲現在要去搬李前總統出來 李前總統在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八 就已經說柯文哲靠來靠去 怪怪的都沒有為臺灣 就已經幫柯文哲有個定論了 他現在再要去把李前總統扯出來 其實也不會有人相信他 那前面的那個議員 講 柯文哲經理議員講說 什麼柯文哲是深綠的 這句話其實民進黨沒有人會去投柯文哲 現在綠營最討厭就是柯文哲 所以我覺得是說他現在不管在國際觀也好 在地方上跟這些地方黑金結合也好 都跟他所標榜的那種白色那個清廉 這已經越來越遠了 所以柯文哲說他是墨綠 當然我要講這個民進黨當時的確有被騙 不過有幾個民進黨的好朋友 曾經講過一句話蠻有意思的 他要把從柯文哲身上 把當時投給柯文哲的票要回來 怎麼要回來 他說要回來的方法好幾個 怎麼要回來大家要去想 他要把這張票要回來 所以柯文哲他的票就只能往藍軍去拿了 沒有想到藍軍當時看錯了 藍軍當時如果用柯文哲 那現在不是又很好打嗎 所以藍軍也一樣是看不到人 所以藍綠通通把眼睛咬下去 都看不到人 不過要讓大家看 華油作家說批耐清德 台獨已經過時了 因為統拜消失是一個趨勢 華油的專欄說北京害怕耐清德 因為耐並非狂熱推動台獨的人 大家來看 好我們再來看 共軍以媽祖為主題來做宣傳片 國防部批說窮兵獨舞 背離慈悲的精神 媽祖是慈悲的 不會要求戰爭的 此次軍演較低調 外媒說北京不想再與美國撕破你 所以換句話講 當共產黨用媽祖來騙我們的時候 阿明馬上附和 附和共產黨說 要不然你要軍機落臺 有沒有問媽祖 問題是共產黨 共產黨是無神論 怎麼看 所以你會發現在這裡面 大家都各取所需 什麼叫各取所需 當這個解放軍 他去用所謂的媽祖 當主題做宣傳片的時候 他就忽略一件事 媽祖在臺灣的認知 跟戰爭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你拿他這個東西做做統戰 其實對臺灣人認知裡面 其實這是不合的 那第二個是你也可以看到 對郭台銘來講 他也是沒辦法對中國說重話 他沒辦法對中國說重話 所以講了一句 讓大家覺得不可思議的是 這個你叫解放軍 這個要不要軍機繞臺 軍艦繞臺 先問過媽祖再說 請問他要怎麼問 難道你認為你會看到解放軍的 這個大將會拿著櫃去問媽祖 不會說聖杯我才去繞臺 然後沒有聖杯的話 我就不要去繞臺嗎 不是這樣子嘛 所以他們講的話 其實都是在回避這個議題 但是當他在回避這個議題的時候 你看到柯文哲 為什麼要特別拿李前總統的話 去說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因為這句話是李前總統講的 他去講說這句話呢 這個李前總統希望是講這個特殊部分就好 但是不要講國與國的部分 我告訴你柯文哲 這個也是一種標準的陽謀 什麼意思 因為他這個時間點發現 他在國民黨這邊能夠刷到的選票 已經來到緊繃了 來到上線了 選票有倒回去口吼瑜身上的跡象 所以他特別去找李登輝想要幫自己做背書 但問題是他講的就不是李前總統的話的原文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李前總統的當時二零一六年一條新聞 李前總統那個時候認為說 台灣是要對外 台灣政府應該要對外界宣稱 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而這一句話賴清德也解釋得很好 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他的名字叫中華民國 這個是李前總統在世的時候 希望台灣要對世界講清楚的部分 所以李前總統講說中華民國在台灣 既然是中華民國在台灣 這個他在新加坡講的 那就怎麼講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 而且李前總統還說台灣要去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在這裡來講中華民國在台灣 然後把在台灣拿到前面去意思一樣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 再講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在台灣 大家都聽得懂 所以再拿掉一樣 隨便台灣中華民國 最後台灣大家聽得懂 就是中華民國 所以其實這個是有一個真正的一個策略的 柯文哲你也比較拜託 要無政治 你也整個脈絡說清楚 人家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李總統有講 這個脈絡都沒搞清楚 所以範老師 柯文哲實在太多斷章取義 因為那個時候明明李登輝前總統 最有名的就是兩國論 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的特殊不是重點 重點是兩國 重點在國與國的關係 重點不在特殊 你看臺灣 就等於臺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那就像我們講中華民國在臺灣 李前總統主張的是中華民國在臺灣 去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這不是國與國的關係嗎 對啊 那回來講 我覺得這個柯文哲這是很糟糕 因為李前總統不會跳出來 跟他反駁嘛 就亂詮釋 但是我要引用李前總統 二零一八年出席 三月二十八號出席 臺灣國家聯盟的時候 他當時怎麼講 柯文哲他說 他實在講起來思想很有問題 我不要講他怎麼樣 他本身頭腦怪怪 扣來扣去 扣來扣去 沒有為臺灣想要怎麼樣 這是李前總統 二零一八年 他也看清楚了 他批評柯文哲 批評柯文哲講的 這個人我來我去 扣來扣去 扣來扣去 沒有為臺灣 他怎麼不敢說 李前總統這樣公開說過他 在一個募款活動時候這樣講 所以他現在選擇性的詮釋 這個特殊的國與國 我覺得真的是不能相信他亂講 其實在講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的時候 我那時候也在主持節目 也在環球電視台 也在主持節目 所以我非常清楚 那時候包括國民黨所有的人 什麼舒淇啊什麼啦 馬英九啊 全部都支持 李前總統的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都出來辯護 現在國民黨這些人怎麼都走到 這也有趣 現在 那時候李總統是國民黨的董主席 是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總統 那時候柯文哲把你們問去賠 這樣好 你們不用打回來 柯文哲不單單竊取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他也竊取了兩岸一家親 那他也這個講就是說重啟福茂 重啟福茂他也有講 那兩岸一家親 我覺得他都在開始帶 馬拉丁蠶食國民黨的票 他真的就在殘死我們的票啊 兩岸一家親是誰談的 就是他談的啊 對不對 我們我們這個侯友宇他還沒有這樣講 就兩岸一家親 他講的是什麼 接受合乎中華民國憲法的九二共識 反對一國兩制 這也是他講的 那這個互不承認主權 相互承認治權嘛 我覺得就是說這個是當然 但是沒有主權就沒有治權 這個就是所以這句話是有問題的 這句話是馬英九講的 但是在國際法上要打問號 這個在國際法上不通 他現在是講 侯友宇有提到這樣的一個 當然他是學馬英九 但是馬英九這個在國際法上不通 當然李登輝的論述 特殊的歸國關係 後天就是八二三炮戰了 兩岸關係因為是有八二三炮戰 這都是歷史的事實 那台灣跟中國 本來中華民國的領土包含哪裡 當然是包含中國大陸 沒有 早期在建國的時候 中華民國在建國的時候 沒有沒有 我現在把中華民國的憲法 從五五憲朝民國二十五年 一直到民國三十五年 憲法制定的時候 要跟大家說 那個時候是沒有台灣的 對啦 那時候的中華民國沒有台灣 那時候台灣是日本的領土 在一八九五年就割給日本 那時候在馬關條約割讓給 在清朝的時候就已經割讓給日本嘛 所以我就跟你說五五憲朝開始 在制定憲法 憲法在開始討論的時候 台灣還是日本的領土 你拼除把台灣放進中華民國憲法 所以你說的這裡倒頭生 不是這樣 因為我讀國制法 我講我負責任 這個是國際法裡面 當然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 把台灣割讓 一九四五年 他又歸還給中國嘛 沒有歸還給中國 一九一九 戰區第二 戰區第二命令是麥克阿瑟 命令蔣介石代表同盟國來接收台灣 沒有還中國 不要搞錯 請你到聯合國 把戰區第二命令再把它看清楚 所以我說 還給中國 什麼台灣光復節 這個在戰區第二命令 麥克阿瑟那時候他是聯軍 亞洲的聯軍統帥 蔣介石只是中國的統帥 一樣是五星 但是他位階比他高 所以他命令蔣介石代表同盟國去接收台灣 所以把這一段歷史弄清楚 以前國民黨都把這一段歷史扣起來 不把我們押 我讀國際法的我知道啦 所以說國民黨 我知道國民黨 教育所有的民眾 八二三炮戰 就是因為我們這個 跟中國大陸打的這一場 跟古寧頭戰役 才畫出一條台海中線 台灣有今天的安定富裕 跟環榮跟民主 就是中國國民黨 所以說我們的兩岸的關係 是這樣的一個架構關係 所存在的 叫做李登輝講的 特殊國與國關係的一個由來 但是我們現在講就是說 為什麼中共老是要這個繞台 他一直覺得就是說 台灣就是他們的嘛 不是嗎 要不然他們為什麼不去亂日本 不去亂韓國 為什麼只要亂台灣 台灣一定不是他們的 當然這個就是李登輝所講的 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所以說我們沒有辦法界定 到底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如果當年沒有不要退出聯合國 今天就不會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一九五五年跟一九六六年 英國跟法國都曾經在聯合國 公開在聯合國大會上公開講 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你們回去看聯合國的大會集 這國民黨也沒幫你搞 所以我今天說出來 你知道我相信你已經都不知道 我要講的就是說 國民黨當時蔣介石的很多觀念是錯的 他是錯的 所以我們必須把真正的這些規定要弄清楚 但是我意思就是說不管怎麼樣 柯文哲卻用李前總統的來做錯誤的詮釋 他在說什麼 這個李前總統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真的就是界定台灣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兩個是不同的國家嗎 等一下我先把這個讓你看 中國官媒深夜發文說台灣當歸 他用他簡體字的歸 然後把台灣變成這一扁 然後結果很多人說這二三 看不見 我們的年輕人說看不懂 他說先讓中國有言論自由好嗎 不要再做夢了 我們不可能選共產 很慘的慘 這個當歸發了好幾次 別天天喊口號雷聲大預先條好不好 當歸當歸 唉唷 拜託的啦 所以用這個來認知作戰 這是認知作戰 可是認知作戰太低級了 連中國網友都不相信 每天喊當歸 那之前喊說什麼一點都不可少 這都是他們認知作戰 都是在打嘴炮做一個大內宣而已 那其實剛才講到說 李前總統這個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重要是國與國關係 那可是今天柯文哲在講說特殊的 他今天要選中華民國的總統 怎麼會講說少談國與國的關係 那中華民國是不是一個國家 講清楚 那要選什麼總統 所以你要選中華民國總統 竟然講說少講國與國 要講特殊 請問你的特殊是什麼 你的特殊的關係 特殊在哪裡 那不知道 所以他只講前面特殊 可是你要選中華民國總統 但你忽略說 其實中華民國就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其實賴清德講得很清楚 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那這個中華民國 那也台灣不是屬於這個中國的一部分 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兩個是主權互不隸屬的國家 我相信這是絕大多數台灣人的共識 那所以我剛剛為什麼講說 現在賴清德 大家看一看我總統版 民調一直往上滑 第一個他是從美國回來之後 大家覺得說在美國 這個這一次過境美國零十五 大家覺得說 維持著蔡英文的總統路線 然後獲得這個美國 其他友邦國家的這個認同跟支持 覺得說總統就是在國家 外交兩岸 居治這方面 有自己的一個穩定性可預測性 那賴清德 這是過境美國回來之後 大家覺得說 柔情總統 就在像過去的這個 蔡英文總統一樣 所以願意給他這個 在民調上面一個支持 所以這個賴清德 我看不是只有說自己的民調提高 民進黨的整個黨的這個支持度 也往上提 而且賴清德我發現說 這個他在二十二個縣市全部領先了 那過去比較低的二十歲到四十歲 而且這個這個年齡層的民調 在這個美麗島電子報裡面 也都贏了嘛 那表示說 現在賴清德是獲得全臺灣二十二個縣市 那包含全部階層的這個這個人口的支持